今天我收到了一个某店商品牌的硬盘 根据这名网友的描述 这一个硬盘连接电脑的时候 它是会掉盘的 用硬盘和包括它一切能想到的方式去抢救 最终的结果都是会卡死 下面还提及到保数据 如果要保数据的话 就不要再尝试格式化或者是升级固件这种操作了 防止出现不可预料的情况 其实这种故障对我来说是可以轻松秒杀的 但是这名网友是想在恢复的同时来凑一下这个热闹 想看一下阁下应该如何应对 这一块盘的读写量在4T左右 通电时间在2400多个小时 其实这个盘很简单 只要有设备就可以做 因为我已经花了一点时间 直接把它给做好了 里面有少部分的数据是坏的 一共有5G多不到6G 前面的只是开胃菜 接下来是甜点时间 一块涂满香浓巧克力的凯霞黑胶盘 为了提高这一个维修难度 我特意找了一个二修的 虽然说这一块盘具有极高的翻车概率 但是根据这名网友的描述 里面的资料十分的重要 还是希望我可以尽量的恢复一下 先看一下上家处理过哪些地方 这一个二极管是被焊接过的 这里旁边应该是有一个保护隔离芯片 也被拆掉了 然后短接点这里也是焊接过的 电源芯片这边还是焊接过的 这里都爆锡了 还有两颗锡珠在这上面 上家这么做一定是有它生意的 不妨我们来大胆猜测一下 这一个盘之前很有可能是短接不识别 然后上家就怀疑是这一个电源芯片有问题 接着他就焊接了一下这一个电源芯片 电源芯片焊完以后可能还是不识别 于是他就一直拆 直到拆到这一个保护隔离芯片这里 他就放弃了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来到我这里肯定要先给他做一遍全身体检的 现在看起来是缺了一个保护隔离管 那我们直接给他装一个保险丝来替代一下 因为这一个贴片保险实在是太短了 所以我直接连了一根线来代替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上电电流有多少 电流是跑不上去的 其实像这种黑胶盘 我是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去加焊的 因为在焊接的过程中 有99%的概率是会爆锡的 像这种黑胶盘如果一定要拆的话 只能连着主控还有旁边一起拆掉了 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硬盘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 只要不是收到外力 几乎不太可能出现空焊或者掉点的情况 现在问题已经找到了 那接下来就是解决问题了 其实我自己并不反对二修盘 只是非常讨厌这种巧克力口味的盘 像凯霞这种黑胶的料把 在我这里肯定是不会使用的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替代品 这是一个群联E12S主控的盘 硬盘是包好的 凯霞这个盘用了其实也是群联E12系列的主控 只不过自己在魔杆了一下 正常情况下他们两个是可以互相通用的 其实凯霞这个盘我自己也没有搬过 今天我们就来给他做一次临床实验 用替代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刮黑胶 不太好拆哦 因为这一个角度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拍啊 我已经偷偷把这些颗粒全部给他制好球了 顺带料把上面的颗粒也一并拆了下来 这一个呢就是他原来的主控板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越靠近主控的地方 这里的黑胶就越多啊 这种黑胶只要稍微一加热 底下就会冒出一团溪球 现在我们把这几个颗粒给他安装一下 现在来试一下这个固件能不能加载 找到5012的程序 这一个是群联的 凯霞的这一个颗粒ID已经识别出来了 这是一个BIS4的颗粒 直接加载默认这一个固件吧 这一个固件好像加载不进去啊 这啥问题嘛 先让我研究研究 最后因为实在没有办法 我又重新测试了一下这几个颗粒 我发现其中有一个颗粒 它缺少了两个ID 因为这里有一个颗粒它坏掉了一半 所以我也无法判断 它这个临床实验到底有没有起到疗效 大家经常看到我翻车 可能会觉得我这边的恢复成功率并不高 并不是的 因为大多数盘到我手上都是这些二修盘 一修到在我这里幸福往往是隐藏的 而这种翻车的痛苦是要用来分享的 有的网友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会翻车 我就会把视频直接给他看 因为我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继续来品尝下一条香浓巧克力 这一个是苹果口味的 这个盘在前两个月就到我手上了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对应的配件 所以就只能待在这里了 直到最近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拆机盘 根据机主的描述 这个硬盘是进水的 而且进的还不是普通的水啊 是海水 另外这个盘还是恶修的 我相信它是恶修的 因为像进海水的盘 如果不做清理 可能几天就腐蚀了 但是这个简直跟新的一模一样 所以我相信它是做过一次维修的 不过并没有动芯片 应该只是清理了一下表面 这一块盘我刚才检测过了 上机是没有状态的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信号传输的地方 或者供电一类的出问题了 毕竟这里全部都是这种高分子聚合物 水是进不了芯片的 买料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测量对比出 它哪里有信号或者供电不正常的地方 我们先从简单的地方入手吧 这个坏盘上电 有时候电流会一下子冒到一安多啊 我感觉这个盘应该是有短路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好盘的上电电流是怎样的 好盘的电流是在0.4到0.5之间的 稳定以后在0.42 刚才我把这些供电部分全部都测量了一遍 好消息是电源部分它是正常的 那它上机不出信号还有什么原因呢 之前我修机械硬盘的时候说过 主控要跟电脑进行通信 必须要经过信号偶合电容 所以还要来确认一下 它的主控跟电脑之间的交流有没有存在障碍 苹果硬盘的偶合电容就是这四个啊 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啊 主控输出到电容部分 它们几个的组织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电容输出到接口这一边 大家觉得怎么样 直接来看参考答案 这一个盘是好的 可以看到 这个组织上来一点 马上就会掉下去 另一个也是一样啊 这四个其实都是一样的 上一会就马上会掉了 而这一个不出信号的盘 它的组织会一直卡在这里不动的 我们等一会 组织一直在上升 并没有下降的迹象啊 所以这就证明 主控与电脑之间的通信 很有可能就是在接口处出现问题了 而且上面这层铜皮 刚好是接地的 信号线要经过接地的这些地方 很有可能是之前进水的时候 把接口这边的板层也跟着腐蚀了 现在我们用这一个电磨机给它打磨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层铜皮能不能被磨掉 这个硬盘接口前面的铜皮 我已经给它磨掉了 现在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它的对地组织有没有发生变化 可以看到 这个组织上来一会就马上掉回去了 这样信号问题基本上就已经排除掉了 直接上机看一下 现在上机是可以显示状态灯了 之前下面这一排是不会亮的 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个硬盘 好像进不去啊 这里一直显示着一个长盲的状态 刚才我这里又拿了另外一块好盘 做了一次交叉测试的实验 结果也是一样啊 这个好盘还是无法访问 这个极有可能是我的转接卡 也跟着一起出问题了 因为这一个是马牌的主控 马牌的主控对信号的要求会比较高 信号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就会导致无法访问 或者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因为现在卖转接卡的商家已经放假了 这个只能结后再重新买一块转接板来试一下了 我相信有90%的概率是可以解决掉的 同时我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